雷花,我是肖年 在升级的2018年 仅在先后产出了四部题材 特别冷门的运动动画 除了前进九场 似乎不温不火 没什么能关注之外 其他三部可谓是经历的史上 最残酷、最直接的遭遇 分别是 《强风吹拂,碧蓝之海,星雨飞扬》 十月上映的《强风吹拂》 一部田径赛宝动画 如果你也吹爆这部作品 Q1,那我看看有多少人 它没有任何脉络成近 但却让无数人强推 前方没有高能 一切如期而至 《强风吹拂》的去年 我就已经中吵过了 它是为数不多 接近满分的作品 即便过去这么久 却依然没有掉分 而在七月上映的《强蓝之海》 同样收获了各位观众的一致好评 如果你也认为这是一部好作品的话 赶紧扣语 让我再看看有谁喜欢 它的评分虽说没有强风 这种纯运动风的系列告 但似乎观众更青睐 这种伪运动的搞笑系列 纯确地说 《强蓝之海》是不算运动系列动画 无论从海报到宣传再到第一集的展开 它可为是彻头彻尾的标题档 因为潜水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剧情不过是成年人的 喝酒聚会 他们这群魔鬼可以把各种饮料 收藏可爱的形式 然后变成法 让你喝酒 把你关随 虽然有出现一些脉络情节 但却让观众不会觉得低俗 而最后要说到这部运动翻《情侣飞扬》 它可为是有着前两部作品所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展开的方向 是以女性为主 因为女性多的番剧属实 会比较深受观众喜欢 但这部作品的评分 却曾因为最后一集的播出 而直接断牙式的暴跌 从灰马神座到如今评分垫底 你说它不好看 特别挺好看的 你说它很好看 却又真的很想扣图芬芳 面具在开局 直接两网带四个二 炸的观众措手入籍 原本以为是一部春天的好牌 结果却在结尾流里根三 打不出去 你感兴在开头出现的漂亮妈妈 结果弹幕全是刷着 你给我滚 的这种画面吗 如果刚落坑的小伙伴 怕是一脸问号 这太太不是很好看吗 这些朋友眼光都这么高了吗 可当你全集刷完后 你或许也会加入 这给爷爬的打军中 其实我挺想问 看过这个动画的小伙伴 在没有看过全集的时候 你们认为这个妈妈 好不好看 好看的抠衣 不带感情色彩的 就单纯评价外貌 有点老色配了 咱们得正经一点 而之所以会出现 平分暴跌 胆幕轰炸的尴尬处境 完全是因为这魔改后的神仙剧情 过时主要讲述的是 女主两岁 就被这个被骂的妈妈 拉着打羽毛球 你以为是因为两岁 就要求孩子打球被骂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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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从小抓起 这不是过错 主要的是 女主在一次比赛输掉后 这妈妈就扔下了女主 离开去了丹麦 于是女主就认为 自己也是太弱了 而导致妈妈离开 变得自闭 当然你这么想也是正常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观众还只是将愤怒 施加在这个妈妈身上 并没有对这部动漫进行攻击 但接下去的操作 就有些骚包了 妈妈去丹麦 竟然是去养一个甘女儿 并且也对甘女儿 手把手地教导羽毛球 原来妈妈是一个 出色的羽毛球运动员 然后在多年回来后 第一句直接问人 女主有没有变强 一去好多年不回来 一回来就表现得如此好心 这难道就是母爱的伟大吗 其实我很不喜欢 去把动画和原作 拿在一起做比较 但这部动画 如果你不用原作洗白一下 是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因为整部动画 你几乎没有针对妈妈 对女主的情感深刻描写 而在原作却有多处细节 表现妈妈离开 只是为了让女儿变强 为了让她可以更加独立 在远方的她也是思念女儿的 结果动画组 为了描述女主女儿 等各个配角的人物情感 于是就忽视了 这些重要的情节 从后造就了第一波 调分的主要原因 而实话说 小龙是可以传男的 笑了吗 那你笑了你就扣一哈 只要你喜欢笑 你身边的人也会被你带动 哎呀 那这么说自闭 也是可以传男的咯 只要我足够自闭 那么身边的人就会自闭咯 没错 女主在因为妈妈离开后自闭 凌风女儿 导致女儿也开始自闭 因为女儿的运动天赋 其实并不算好 但是她却非常努力 刻苦 导致被打败后 也是当当自闭 于是总裁和女主一样 有一个问题在思考 我为何去打羽毛球 本来好好地讲两个妹子和羽毛球的故事 就有可能又是一部 枪风吹拂的黑马剧作 但编剧似乎很懂这部片名 轻与飞扬 既然要飞 那就飞得彻底 越是放飞自我的模式 也就停不下来了 解开女儿打羽毛球的心结之段 观众一致好评 但是解开女主打羽毛球的心结 就实在地口头芬芳了 只因为第一次心结解开 是因为被闺蜜拿到了 女儿的羽毛球社团 在这里有一群可爱甚良的队友 生性孤僻的女主感受到人间温暖 于是就慢慢地解开了心结 逐渐也找到了打羽毛球的方向 很温馨对不对 然后剧情就跳到之前讲过的该女儿 她在回国后就对女主各种嘲讽 然后本来打开的心结就又被打上了死结 她竟然一副吊得不行不行的样子 过来单挑女主打门 对她的伙伴也是各种无情嘲讽 还说什么你连妈妈都不认可 还打什么羽毛球这种鬼话 于是一人自闭开始全家自闭 女主对身边的伙伴也开始各种嘴凑 远离她们 全程都在自闭表演 最要命的是女主打羽毛球的技术 不取决于天赋和努力 完全取决于自闭的指数 只要越自闭 她在赛场上的实力就会越强 整个人就跟做了一场整容手术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根本看不出是之前那可爱自闭的女主啊 就这样黑花自闭的剧情 一下子就延续到日本打赛这边 然后继续造成动漫掉分的原因 也是因为该女儿在屌丸后 竟然来找女主袒露内心 说自己来找女主是想要让她做自己的姐姐 潜意识的意思就是说 我之前骂你其实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哎呀 我就是故意欺你 让你变得自闭才能变强 这算是我比一轮我想到的解释 否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洗白会是如此的容易 之前那些嘴臭 观众根本无法忘记啊 哦对了 也许是该女儿又想在搞什么坏把戏 但是到了大街区都没有任何搞鬼 她竟然真的只是想要让女主做她姐姐你感性 和调分其实也是无可奈何 除了跟女儿这波操作使得有些费解 整体剧情的把控依然还是在可控范围 因为女主并没有因为这强行洗白而洗暖 心结依然是没有解开 黑化之路一波走到底 影音适应了这部剧的发展后 其实这样看下来反而还有种黑化女王的即视感 这种操作也算是另类 起码没有把观众的智商拿在地上摩擦 可是到了大街区也就是最后一集的时候 其实才是造成观众纷纷给出低分的真正原因 因为女主解开心结的原因 竟然只是在打球的时候 曾经的伙伴突然极地给他加油呐喊 这波操作是看到观众一年懵逼 根本不理解这突如其来的煽情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而即使如果细究原作和以现实角度来评价三个boss原因 却又都有借口来解释 因为妈妈离去给出的解释 是想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环境 这个解释真的很OK 家长跟女儿先嘴凑 想要引起女主注意 其实也不能说是想引起女主注意 应该说自己毕竟是一个干女儿 害怕自己干妈对自己不疼爱 所以先嘴凑 毕竟都是小孩子的心态 然后是否感觉自己这样做不对就去道歉 这样的解释 我想也是可行的 加上最后那集体骄傲呐喊 而且看女主的心结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那个时候的羽毛球 对于女主来说只是一种发泄道具 手上那颗球就好比她的内心不甘 每一次拍打出去都是强心有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自闭的时候吃力 会变强的很好解释 而当所有掉分原因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就才发现过程没有 这就好比你在做数学题你只给了答案 没有解题过程 那老师到底是给你分还是不给呢 当然是不给了 全篇关于这些细节的过程 前面说到女主妈妈没有刻画对女儿的关心 该女儿也没有表现自己内心愧疚担心的那些情绪 以及观众给女主加油呐喊的缘由 又是什么 而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一直被人拿来跟人作作对比 那是因为魔改程度都快接近90%了 当你去看原作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两个故事 以上这些就是轻语的一些主线和宝斯的主要原因 那你说这部作品是垃圾 其实倒也不吃鱼 种草推荐 我也不敢说 并这部片的地位实在 是真的有些尴尬 可是光露坑的时候 其实那画面细节做的是真的很棒 那汗所以撒出来的表现真的可以收拾完美 更多认为节目的失败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奇数压制的原因 如果能够深刻描述好以上的纪念不足 那我认为 不管说绝对人物逆袭 起码口碑也不会这么炸裂 但在这部作品上 却又不得不继续给制作作打个好评 因为在画面制作 其实真的还算挺到位的 只能说希望在剧情上再多多努力 这期视频算不算给这动画重草 我也清楚 但我建议观看的时候 最好关掉弹幕 以免影响使用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和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